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大利亚几个主要股物生产商当天发表联合声明 称他们得到消息 中国可能会对澳大利亚进口的大麦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 尽管这一消息尚未得到官方证实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博明翰10日仍发表声明表示关切 称将捍卫澳大利亚大麦生产者的利益 据了解 中国商务部对澳大利亚大麦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进行了一年多 近期将结束 但因为这一消息 正值澳大利亚近日复合美国 鼓动对新冠病毒疫情进行所谓国际独立调查 引发中方不满之际 澳方一些人和媒体纷纷对此进行政治化解读 ABC9日称 澳政府消息人士认为 该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可能被用作中国征收关税的掩护 以报复澳大利亚推动新冠病毒的独立调查 澳几个主要股物生产商在10日的声明中说 据他们了解 中方将对澳大利亚进口大麦征收高达73.6%的反倾销税和6.9%的反补贴税 据路透社报道 澳大利亚的股物生产商是从中国商务部获得这些消息的 但该消息尚未经过中方证实 大麦是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的三大农产品之一 正常情况下 澳大利亚每年出口的大麦至少有一半是向往中国 据估计 2018年该项目贸易额达到15亿澳元 2019年由于干旱下降至6亿澳元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公告 2018年11月和12月 因中国国际商会申请 商务部分别决定对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 开展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两项调查在一年后均被延期6个月 截止日期分别为今年5月19日和6月21日 澳大利亚谷物生产商协会主席魏德曼 10日对媒体称 他对中方的决定感到意外 并称这是对澳的重大打击 根据当前大麦的市场价格 这些关税将终止两国之间大麦贸易 尽管离中方的最终决定还有10天 澳大利亚贸易部迅速对这一报道做出了反应 博明翰10日在声明中表示 澳大利亚尊重中国对国内的反倾销案进行调查 但他认为对澳大利亚的大麦征收反倾销税是不正当的 澳政府已经在谷物生产商行业合作 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提出最强有力的反对证据 并将在中国政府做出最终决定之前 寻求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 据澳时代报报道 新澳洲农业部长迈克·蒂尔南10日表示 新澳洲政府就将这一问题直接向中国领导馆展开游说 当地农民刚刚开始播种今年的作物 但是该州的优质大麦很难找到其他的市场 该州向中国出口了88%的大麦 尽管中方的反倾销调查纯粹是法律行为 澳大利亚也拥有上诉的权利 但西方媒体仍然有意识将这一议题政治化 将此描绘为中国对澳推动的新冠疫情国际调查的报告 路透社ABC 澳大利亚人报10日均提到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上月曾说过 如果中澳关系恶化 中国消费者可能会抵制澳大利亚的牛肉红酒等产品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莫里森政府只有10天的时间来阻止澳大利亚大麦生产商 受到高达80%的关税打击 悉尼先驱晨报10日的报道称 据澳大利亚人报网站5月11日报道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设法安抚人们 关于中国威胁对澳大麦征收关税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担忧 莫里森说 我们曾对中国消往澳大利亚的产品再次进行了反倾销调查 这些决定都是就事论事 我希望并期待中国这样做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 据我了解 这是一场正常的贸易救济调查案件 中方正根据相关法律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推进有关调查 具体情况请向主管部门了解 中国一直立志于推动世界各国和平友好的合作发展 从来不会像美国一样要无扬威 欺凌弱小 在疫情面前 大国风采展露无遗 中国完成了对上百个国家医疗物资支援 是这一次抗疫工作中最杰出的榜样 然而中国的友好却没有能够感动某些利益违宪的政客 澳方始终希望通过给中国制造麻烦来迎合美国政府 中国大使强硬回对澳方 打算奉陪到底 这一次可能不再是警告了 疫情爆发之后 西方政客乐于铸就中国与新冠病毒的桥梁 凭借这一事件来谋取政治私利 澳大利亚紧随美国之后 多次对于中国提出质疑 符合美国方面关于病毒的言论 同时澳方更是提出要求调查中国 这样的提议实属无稽之谈 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来说是一种伤害 为了抹黑中国 澳方可以说是绞尽脑汁 肺阻心机 由于澳方针对中国的不友好言论 我驻澳大使陈静叶先生发出了声音 要求澳方停止政治把戏 否则中方会奉陪到底 另外 陈静叶先生对澳方发表的不友好言论 将会影响中澳友谊的表示担忧 是因为这将是让中国公民 对澳消费的产生抵触情绪 然而 这是友善的提醒 却被澳方政客们认为是一种经济威胁 甚至率先在舆论上发难 将贼喊捉贼 这一成语展现的淋漓进制 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耿爽就澳方的经济威胁的言论 做出了回应 他表示 这是澳大利亚方面 别有所图 才故意曲解陈静叶大使所说的话 显然 他们即使在疫情重压之下 生就有所图谋 他们对中国的无端指控 才是最没有担当的 如今抗击疫情 才应该是各国首脑需要关注的问题 政治游戏 在这种时候进行的补合时宜的 中国为了世界各国的抗疫 已经承担了应有的义务 做出了非常伟大的贡献 但仍有部分国家视而不见 甚至颠倒是非 扭曲中国单纯的援助目的 这样的行为是在破坏国际合作 是应该遭到唾弃的 事实上 澳方提议原本联合 因法德等欧洲国家 企图将之联合起来向中国进攻 但都遭遇了拒绝 一旦澳大利亚失去了中国的友谊 结束了中澳贸易 那他们的经济将会遭受灭性打击 早先 澳大利亚提出要求 希望派出专家团队进行调查 以确定我国疫情最真实的信息 显然这种无理要求 我国是绝对不可能答应的 于是我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 进行了严厉驳斥 吃了闭门羹的澳大利亚仍不满足 近日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马克·佩恩 又公开发出了威胁 外媒报道称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马克·佩恩公开表示 澳洲将考虑停止对我国的铁矿石供应 以换取澳专家团队进行独立调查的机会 马克·佩恩的言论 还得到了澳大利亚多名政客的支持 其支持者马克·莱瑟姆就表示 要是还阻止澳大利亚专家进行调查 澳大利亚应当立即停止铁矿石供应 并实施经济制裁 马克·莱瑟姆认为 我国约40%的铁矿石来源于澳大利亚 切断供应后 会对我国制造业和建筑业造成巨大的冲击 必然会选择妥协答应澳大利亚的要求 不得说澳大利亚官员的脑洞非常之大 就像澳网友所说的 被火山烧糊涂了一样 要知道尽管我国一直在进口澳大利亚的铁矿石 但对此并没有绝对依赖性 因为澳大利亚拒绝出口铁矿石之后 会有更多的国家补贴上这个缺口 比如我国还在进口铁矿石的国家 巴西非洲等地 相反澳大利亚对我国充满了依赖 就拿该国家发达的旅游业来说 失去我国这个大客户之后 必定会损失惨重 如此一来 只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更别提这个国家商品 还高度依赖于出口我国 所以澳大利亚官员威胁的声音 无异于是给自己找不痛快 话说回来 澳大利亚执着于派出专家团队 调查我国疫情情况 甚至不惜发出言语威胁 背后必然有着非同寻常的目的 按照澳大利亚以往的作风 这一次反常的举动 必然还是想讨好老大哥美国 当前美国新冠肺炎 累积确诊人数逼近120万 在此情况下 澳大利亚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那就是帮助老大哥转移视线 将防控疫情无能的大锅甩出去 另一方面 美国一直以世界警察自称 澳大利亚则自诩为世界邪警 由此可见 这两个国家在某种程度上 属于是狼狈为奸 所以澳大利亚需要时刻 顺应美国的意思 以达到讨好的目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